那么它是4呢 现在的版本 以及是4.1的iOS版本 它是支持后台多任务的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把QQ退出后台之后呢 再重新进QQ是否会断线 它是要重新登录的 这个实际上呢 是跟QQ这个版本的QQ软件呢 是有一点关系的 但是GPIS呢 在后台呢 它是一直是在线的 它这个是不会断的 好的 那么QQ的测试呢 我们就暂时先到这里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iPod Touch 4通过CP的GPIS上网之后 微博客户端的一个应用 看它能不能完全取代 iPhone的一个微博应用 因为iPod Touch 4呢 是有摄像头的 那之前的iPod的一些 微博应用呢 是没有办法拍照片的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WiFi是关闭的 蓝牙也是关闭的 那么CP的GPIS呢 我先是一连接 好 接着我们打开微博客户端 我们来做一个刷新 我们看到刷新的速度也是不错的 接着我们来打开其中一条微博 看一下图片的加载速度 好 好 就让我们直接发一条来看一下 我们来新拍一张照片 它是有这块电池吧 好 点击试用 好 那么直接发出去 看一下它的发售速度 好 好 已经完全发出去了 接着我们再刷新一下 好 打开我刚才发的那条微博 再打开我刚才那张图片 那么从目前的使用状态来看呢 基本上可以完全取代iPhone的一个微博应用了 它是四代 加上了摄像头 再加上了CP的GPIS 那么在微博应用上面呢 可以说是如虎添翼 好了 那么今天的整个的那个测评呢 就到这里为止 那么总的来说呢 这款CPT四代 再加上Touch 4之后呢 基本上就可以做到了 是跟iPhone的功能呢 基本上是持平了 那么我们又可以上网 又可以拍照片 包括一些iPhone的所有的应用软件呢 都是可以在Touch 4上面进行安装使用的 那么总的来说呢 这是一款 比较有使用前景的一款产品 那么今天的测评就完全到这里结束 谢谢各位的观看